罗佛周选结果进一步加深国阵和国盟之间的裂痕 巫统最高理事普爱不满国盟主席丹斯利慕尤丁抨击巫统 随着国盟在周选中惨败 他挑战慕尤丁和土团党籍的部长们 如果还有一丝尊严就必须辞官走人 普爱今早在脸书发文的大标题 直接写着慕尤丁和土团党部长必须辞职 普爱说竞选期间慕尤丁对巫统和巫统领袖多番粗暴攻击 他试问如果慕尤丁和土团部长如今继续留在由巫统主导的内阁 还有尊严可言吗 如果还有尊严请辞职走人 还说如佛人不会相信国盟关怀如佛人 国盟本次周选上阵56个议席只赢下3席 慕尤丁已经表明愿意为败选负责辞去国盟主席职 但党员大力挽留 谢谢大家